梅根马克尔父亲住墨西哥曾拒接受心脏手术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洲卫生当局今天表示 英国哈利王子未婚妻梅根马克尔的父亲汤马斯马克尔 Thomas Markle先前诊断出心脏疾病 但拒绝接受手术 汤马斯马克尔住在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亚洲 Baja California卫生当局表示 他三日清早到罗萨里多海滩医院 Rosarito S Hospital de Playa's 看医生时曾说心脏疼痛 汤马斯马克尔已确定不出席女儿19日的王室婚礼 法新社报道 根据下加利福尼亚洲卫生当局声明 他日前到墨西哥浙加医院时表示 他莫做任何激烈运动 但不是情况持续了数小时 声明还说 汤马斯马克尔接受检查病服用止痛药 随后诊断出心脏疾病 不过 诊断出炉后 汤马斯马克尔拒绝接受任何治疗 也不愿让人送回罗萨里多老家 卫生当局表示 病患4日决定自行离开 到私人医疗机构继续接受照护 根据娱乐媒体网站TMZ 73岁的汤马斯马克尔昨天在另一家医院接受紧急手术 汤马斯马克尔是货爱美奖 Emmy Awards 肯定的好莱坞灯光师 近日媒体不断意测 他是否会牵住女儿走红毯 备受美光灯瞩目 最后由于健康因素 汤马斯马克尔却定不出席婚礼 摩天聋